各位由中国主办习近平主席主持的第三届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盘点一下收获果然是硕果累累 各国参与国都收获了陈连连的果实 我们在这次中国取得的成果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我们签署了18项协议 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 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协议的战略重要性 塞尔维亚的总统吴切奇18号称 印尼总统佐科感谢中国投资助力印尼发展 根据雅加德优报的报道 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内 数十家印尼企业与中国企业签署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合同 19号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媒体在头版头条发布了报道 总结该国的总理马拉佩出席论坛 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丰硕成果 俄罗斯也没有被孤立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到18号来华出席了 第三届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除了参加论坛活动和举行中俄领导人会谈等重头戏以外 普京在华期间密集安排了与许多友好国家双边领导人的会见 其中俄媒最关注的是普京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会谈 俄罗斯报称普京与欧尔班的会面令所有人特别是记者们感到惊讶 因为这是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普京与欧盟国家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俄罗斯的网站19号刊文称 普京与欧尔班的会晤是给西方一记响亮的耳光 因不可抗力因素 俄兄领导人许久未见 但此次仍然像老朋友一样互相寒暄 普京在一带一路论坛期间对中国的访问表明 俄罗斯并没有被孤立 而且印尼将建最大的太阳能工厂 泰国总理说中国是大哥 他在论坛上 泰国总理也是非常的感到给面子 中国是大哥 泰国很多的经济都是仪仗大哥了 好吧 我们再看看这个智利 智利的总统最有意思 智利总统这个伯利奇来华出席这次的峰会 成了中国的网红了 各位 这哥们呢 看看啊 下飞机的时候就背着手 这哥们才好像是八五年的吧 那位说他他背着手干嘛呀 哎 一会儿有解释啊 他并不是傲慢啊 不是傲慢 就是他就这毛病 这智利老大有点意思啊 他就这毛病 他到哪他都背着手 看他说要不要 他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 这哥们也是背着手 后来媒体揭秘说这哥们有强迫症 还是去医院里边治疗过 所以他的强迫症的表现 这哥们是跑哪背着手 无论什么场合 他一定得背着手 他背着手以后 他才感到安宁 这哥们有强迫症 挺有意思的 参观三军仪仗队也得背着手 他参观长城 这很 Marian 真是 这哥们挺逗的 逛到那个谷玩市场去了 他在谷玩市场买的什么呀 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 据说他还是毛主席的粉丝 拥顿买了一本小红书 如获至宝 拿着毛主席语录如获至宝 回去以后治国理政 必须得勤家学习 是他挺有弹棉花的天赋的 不好意思说 他就喜欢 这个智力的老大呀 他就喜欢逛谷玩摊 到盘家园去逛 都应 这届中国网友就主打一个叛逆 智力总统纷纷被留言说帮忙把车离子的价格给降下来 智力的车离子好吃啊特产啊 这些中国网友真有意思 还主打一个擅长砍价啊 他们买了火力齐来探家园 光一下午都买了啥 大家猜一猜 刚走了可爱的剪刀手 学情的中国游客 他们买了什么东西 这智力老大这哪是擅长砍价的 擅长砍价的是旁边的人 得音 哎呀这个特别逗啊 这段特别逗 这个伯利奇啊 他呢看上了一个相框屏风啊 问多少钱呢 摊主说1200啊 周围的就起哄便宜点便宜点啊 那个摊主说好家伙1200那给300呗 啊这一般的都是潘检园的成交价了 是吧 你看要1200给300 对吧 这这都已经是这个这个打骨折的价了 然后呢啊 旁边潘家园的领导 潘家园的总经理说 100行吗 你瞪眼啊 这个摊贩哪敢说话呀 好家伙啊 这潘家园的总经理啊 他摆摊 100就100吧 这哪是骨折价呀 啊 这他娘子都 这这这这这都脚脖子价了 这都啊 这哪是他会砍价 这旁边的人会砍价 你看 哎呀 这高兴啊 你看100块钱 哎 这个高兴啊 是吧 反正这智力老大 就是主打一个抢字 根本就不砍价 就是抢啊 旁边的网友也挺有意思 旁边的网友调侃 哎呀 这个潘家园的摊主啊 20块钱进的 含泪 赚八十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